欸 今人物 就是有哪黑有缸啊 咋黑人都咋黑发生啊 咋黑骨子 来来来 四孤打号的 哪边开启了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欣赏了一个电影叫 爱情神话 这个电影我先说 我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的两个上海闺蜜 也都很喜欢 我的一个闺蜜 她看了两遍 然后强烈推荐我去看 她自己还写了一个影评 然后另外一个闺蜜 她跟我说 她是给全家大人都买好了票 然后亲自开车 驮着一家人去看这个电影 然后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这是 我和我两个上海闺蜜的感受 那么师姐呢 就是我的老公 然后她呢是新上海人 就是她祖籍湖北 然后是为了跟我结婚 才到上海来的 所以是新上海人 那么她对这个电影的感受呢 就是当我看完电影之后 她开车回家路上吧 我就在车上很激动的 跟我的闺蜜 不停的用那个上海话 发那个微信语音 啪啦啪啦啪啦 我一句她一句 我一句她一句 就是我跟我闺蜜说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在上海话模式里面 我已经切换不到 火灯话模式了 然后就很激动的 我们俩人都在那里发发那个上海话的语音 然后我老公就灭了我表情在她旁边 然后我闺蜜说 哎你老公喜欢吗了 你老公喜欢这个电影了 然后我说哎师姐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啊 然后我老公说 嗯可以 就这样 嗯可以 我我很get到她这个point 就是 这个电影嘛 我也没看出来什么东西 但是老婆那么喜欢呢 嗯我也不好说不好看 所以我就说嗯可以吧 然后我妈听说 我去看了这个爱情神话电影 然后我妈就问我 哎你一个人去看哪 你没有带你老公去看吗 我说哎我看电影 干嘛不带我老公去看 我看电影没得跟我老公一起去看呢 对了 然后我妈就淘气了 完全没有必要的心 她说都是上海话啊 你老公能听得懂吗 我说妈妈 她去看漫威电影也听不懂的呀 英语她也听不懂的呀 但是她也可以看啊 因为电影有字幕啊妈妈 然后我妈跟我说 她听她同学讲 有一个新上海人的男的 被她的上海人老婆 拉到电影院里面 去看这个爱情神话 就是跟师姐的情况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新上海人的老公 在电影院里面 就跟她的上海人老婆吵起来了 说你怎么让我来看这种电影 这都是上海话 我也听不懂 然后就跟我妈说 妈妈 是这种新上海人老公 不离婚 留着等过年吗 当然师姐不是中老公 所以我不会跟她离婚的 这个电影一开场 就是徐征演的那个巴老斯 叫她的意大利访客 亚历山大下来吃早饭 亚历塞达 我也去早饭了 这个我一听过 就开始痴痴痴的 在电影院里面笑起来 因为这个亚历塞达 这种叫法实在是太上海了 就是她把那个从意大利文或者英文的那个音 然后翻成中文的普通话的字 然后再用上海话去念出来 有亚历塞达 什么叫阳金方 上海话里面的阳金方英语 就是这样的来的 这个电影里面的上海话 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 我以前做上海话视频 经常会有人说我上海话说的不标准 但其实上海这么大 本身上海这里的人和上海那里的人 说的上海话就不太一样 更何况上海还有什么 刘洋回来的上海人 新上海人 哪过你 各种各样的人 就是大家说的上海话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上海这座城市 就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是什么 包容 海派风格 海派情怀是什么 海纳百川 就是上海话就是 大家说着不一样的上海话 但是并不影响交流 大家就可以和谐共处 求同存异 对吧 这就是上海呀 那你看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上海话 首先这个 老巴和老乌的上海话 就是比较老派的上海话 而顺便说一下 这个老乌的演员 就是像跟我一样 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这个上海人 小的时候一定看过一个电视剧 一个美剧 叫成长的烦恼 然后成长的烦恼里面爸爸 杰森西威尔的配音叫 周野芒 就是老乌的演员 我想的时候 因为很喜欢杰森西威尔的声音 所以我后来还去追过周野芒演的话剧 我还排队找他签过名 然后现在我也很喜欢周野芒演的老乌 就是超级小级喜欢的 啊 跑题了 拉回来 就是这个老八个老乌的咋用的 就很明显是那种比较老派 比较传统的那种上海话 但他俩的上海话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老八个咋用的 很明显是能够听得出来 它是受了一点普通话的影响 就比如说 他说喝酒 他用上海话说出来 它是喝酒 就是完全是用上海话的音 去发那个普通话的字 像别的人 比如说 好像是格罗里亚 就说的时候 他就会说 因为在以前 就是上海话 还没有受到普通话影响的时候 上海话里面是很少有喝这个词的 上海话一般都是说吃 比如说 吃酒 吃茶 吃咖啡 吃咖啡 吃老酒 吃老酒 就是不太会说 这种说法 但是受了普通话影响之后 就会有 这种说法 那李小姐和Gloria呢 他们的上海话呢 就跟老白和老乌呢 又不太一样 就老白和老乌感觉就是 在上海待了很多很多年的那种老上海的那种上海话 那李小姐和Gloria呢 就感觉他们是在外面待过满长时间 然后再回到上海的那种上海话 这其实跟他们电影的角色也是相配的啊 一个不是嫁了台湾老公 一个不是有什么英国老公 什么 就是 就这种上海话 然后和 亚利塞达和玛雅呢 各大人有没有一样的 就是 亚利塞达那种 学了上海话 但是很明显 你能感觉到他 说出来的味道 有点不太 对 就是有点 外国味道 但是 他说出来 很自信 很流利 完全不影响交流 然后 也很好啊 然后那个玛雅的上海话呢 他就很像 老伯格尼兹 就是那个白鸽 就是好像是年轻一代人讲的上海话 就是 他们讲的那个上海话呢 就感觉 就是 听起来有点别扭 有点夹声的那种感觉 就是 也是时下 很多上海的年轻人们 可能会有的这个情况 我以前在公司里面的时候 在我前公司的时候 然后 我同事发现 我居然是上海人的时候 都很惊讶 因为我平时都说普通话 然后 另外一个上海同事 他是一个小朋友 他只有 他是96年 96年的 然后我们同事就起哄说 啊 你跟这个上海小朋友 这个96年 这个小朋友 你们俩互相说上海话 看谁 憋不住 先说一句普通话 就算输 然后 我还在想 嗯 我不一定能赢哦 结果没想到 那个96年的小朋友 当场就放弃了 我不行 我肯定不行的 我退出 我输了 就这样子 然后除了这几个人的上海话呢 还有 小米亚的 还有 那个 保安的上海话 就是 他们都有点自己的口音 但是 不影响交流 每个人都很淡定 很自如的 交谈着 没有一个人会跑去跟人家说 诶 如果打黑 我不要走 那我去 我 没有 我觉得 这才是我熟悉的上海的样子 当然了 这个电影的语言并不仅仅限于上海话 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有三种语言 就是上海话 普通话和英语 大家都很自如的 无缝 切换 这三种语言 就比如小米亚钢 There's my coffee time 还有那句 一个女人 没有浪迹过天涯 是不完整的 其实我在看这个电影之前 刚好是跟师姐的两个同事一起吃晚饭 然后其中有一个同事 听说我要去看爱情神话之后 他就问我 这两句话 用上海话怎么说 他说的是 一个女人 没有甩掉过一百个男人 是不完整的 一个女人 没有浪迹过天涯 也是不完整的 然后我当时还没有看过电影嘛 他说用上海话说 我就说 一个女人 然后我就搞了 就是浪迹天涯 你用上海话怎么说呢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个词在上海话里面 没有对应的词 如果我要用上海话 把它说出来的话 那我就只能用上海话 去把它的意思给翻出来 然后他就说 那你来 你来 翻翻翻翻翻 然后在那儿想了半天 翻个白眼想了半天 应该女人 我说 应该女人 他说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 其实我自己知道 一个女人 和一个女人 没有浪迹过天涯 这个意思是 其实差的还是有点多的 但是你真的是 没有办法去用上海话 去说这个浪迹天涯 这个词 然后后来我去看了电影 我发现 李小姐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一个女人 你们浪迹过天涯 这个 就是她这个浪迹天涯 就直接是用普通话 讲出来的 然后我当时的那里 就开始在那里 拍手叫好 对对对对对 这个才是我们上海人 很自然的表达方式 当你用上海话 说不出来的时候 你用普通话说就好了 就是不需要 一定要用上海话 说出来啊 就是 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批评 说就是有些人喜欢做假洋鬼子 喜欢在中文里面夹英文 但其实这个这个中文里面夹英文 这个这个说法 其实是跟你有的时候会在上海话里面夹普通话 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的时候有些词 你脑子里面最先反映出来的是普通话 然后当你反映出普通话之后 你一下子就想不出来 这个我用上海话怎么说呢 就是当你脑子里面反映出来是浪迹天涯的时候 你们上海话怎么说呢 我想不出来 那就直接用普通话说就好了 一个女宁 我们浪迹过天涯 所以有的时候 上海话里面夹普通话 是因为普通话的反映 先于上海话的反映就反映出来了 那有的时候上海话里面夹英文 Coffee time 也是因为英文的这个 这个反映 先于上海话的反映出来了 就是 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一种 表达方式 还有那个老乌 当他说到那个 他遇见那个女的的时候 他说 他有您等了一遍 我感觉有一个寂寞 就是他寂寞也是 一下子切换到了普通话 这个感觉真的是太舒服了 就是 就是觉得 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就是这就是 我很习惯 我很习惯别人用 我也很习惯自己用的表达方式 所以我喜欢待在上海 因为这里的人说话的方式 和我说话的方式是一样的 就当我在这里说 这样说话的时候 别人不会说 你这个假洋鬼 或者是你这个 两种话夹起来说 什么什么 别人不会这样去 去说我 所以这就是 上海让我很舒服的原因 这就是我喜欢上海的原因 除了这里面的上海话 还有大家的那种表达方式 让我觉得很亲切以外 这个电影还有 很多很多 让我觉得很亲切的地方 就比如 那个街景 就是 骑着共享单车 然后旁边有两个外国人 也骑着共享单车 然后从那个路上 走过去 太熟悉了 还有那种小奶茶铺子 太熟悉了 然后还有那个小鼻羊 就是旁边 铺了块把子 然后 给他 下个高的 给他 退高的 退两下 给了块 咯咯咯咯咯 不喜欢这啥本子 好像他一定是叫小鼻羊 不是叫阿姜 就不是叫鞋叫 他叫小鼻羊 大家都是这么叫的 就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小皮匠 但 就是叫小鼻羊 然后 他有的时候 比如说 你自行车爆胎了 你去找他 他也会帮你补的 鞋子坏了 你找他 他帮你补的 就是这样 但现在已经很少很少很少了 就小的时候 就是感觉这个小皮匠 就是他永远都坐在那里 永远都会 进进出都会看见 但是现在就很少很少看见了 大家也不太去修鞋子了 哎呦小鼻羊 是这个 够小的 够小的 那你晓得啥够子吗 够小的 我闺蜜家里是有一模一样的 这个东西 这个是手摇的咖啡磨豆机 就是磨那个咖啡豆的 就是你如果是喝手冲咖啡 或者是用的是半自动咖啡机的话 就这个 就是要豆要自己磨的 但是 你这个磨的豆子 磨得怎么样 就特别影响这个咖啡的口感 然后就很讲究的就是用手磨的 然后这个东西很贵的 我跟你们讲 不要看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闺蜜买的那个要300多块钱呢 而且这个东西磨起来挺累的 要花蛮大的力气 而且要磨蛮久的 就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我看到的时候 我瞬间就好像跑到闺蜜家里 在等着喝咖啡的时候 特别亲切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老屋 不是去那个奶茶户门口 然后他停了自行车 然后就跟那个保安 就有一点摩擦嘛 就那个保安说 你不可以把车停在这 然后老屋说 哎呀我自行车一直停在这里 这个铁蛋老板娘我顶了 然后那个保安说 不可以的 你要去停到那个马路口的 马路给我顶过去 是这种小摩擦 太熟悉了 就是仿佛是看到了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 我虽然不记得是哪次 但是我自己一定一定曾经就是老屋 曾经跟你样的保安 因为一样的事情而发生过那些小摩擦 包括我爸我妈什么的 就是我记忆当中 这种小摩擦的事特别的多 然后你就会感觉很亲切 然后还有老白跟老屋吵架 吵的呢是好像很厉害的 然后好像两个人就要老死不相往来 就包括那个喷水 都要对着人家窗口喷那种 然后很好的时候呢 就是任务无声 就是把那个老屋叫过来说 我要K5醉了 我要给两副5 老屋就刚刚刚好 就给两副5 然后就很好了 当然老屋还稍微 但是其实他这么说的时候 他第二天会去吃饭吗 当然会啦 然后这个 我那天晚上我就 很晚了 就是我跟我闺蜜聊天 用沙远话聊天 从出了电影院开始聊 聊起 然后一路上都在聊 然后等到我洗书完了 上了床 坐在床上我还在跟我闺蜜聊 然后就跟我闺蜜说 这个场景真的太熟悉了 我不记得我们有哪一次 是的 但是我们一定有某一次吵架 是跟他们一模一样的 就是吵得好像很凶 然后最后就莫名其妙就 和好了 然后我闺蜜就给我来了一句话 这就是上海人的友情 不铁也不塑料 然后我觉得 我好喜欢这句话 不铁也不塑料 当然老屋这个角色 我真的是好喜欢 好喜欢 就是爱屋 急屋 因为我喜欢周野芒 所以急屋了 然后老屋这个角色 你看老屋这个人 就是一副 就是他本身这个人 也确实是 就是很早很早就去法国留学 然后回来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住在一个洋房里面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上海的比较那种绅士的那种那种感觉 然后他平时呢 确实带人也不会说跟人家急眼啊什么的 但是当好朋友的话被一个缺席批评的时候 他那个较真啊 就是马上就跳出来维护自己的朋友 你你有没有看过什么 你有没有懂不懂艺术 这个 有情有义 而且 就是老白 他真的遇到问题 他是不管什么 我以前有没有跟老白吵过架 只要老白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站出来帮老白 然后还有那个 索菲亚罗兰 就是他听说索菲亚罗兰死了的时候 他就回忆了一段往事 然后就也死了 就真的是有情有义 就是让人太感慨了 因为我看有人说上海人带人是很冷漠 有距离感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亲近什么的 但其实上海人如果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话 那种亲近是骨子里的 是灵魂里的 就是不是说表面上的 不是说一天大晚上跟你出去吃饭啊 喝酒啊 并不是表现在这些方面 而是表现在老乌的这些方面 你看老乌他刚刚帮朋友去和那个 确西 操布项目 老白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说 Masati 一个确西 但是他都不屑于去告诉他的朋友 他刚才帮他吵了架 这就是上海人的情谊 我觉得 就那种骨子里面的情谊 就特别让我动容 因为我能够感受到感同身受 暖到心里面去的那种感觉 这个电影里的上海味道 真的是在 字里行间 街头巷尾 和美人的言谈举止里 就有很多网上的评论说 这个电影就是讲一个中年男的和中年女的的爱情故事 一个离婚的男的和一个离婚的女的 什么什么什么 但其实这个电影 让我那么喜欢的点并不在于这里 因为我 虽然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什么离婚啊 什么中年男的爱情啊什么什么 这种东西我都没有什么共鸣的 比较遥远 就是应该也就 如果你就只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话 我也就随便看看 但是这个电影让我感觉到什么呢 这个电影感觉就好像是一个 你很久没有见的 小时候的隔壁邻居 突然回来了 然后跟你很开心的聊天 讲你们都认识的另外一个隔壁邻居的故事 就是这个 这个感觉就好像是 贴近我 我生活的 就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认识的人跟我讲 认识的人的故事的那种感觉 那种亲切的感觉 所以其实中年男的和中年女的爱情 不是打动我的点 打动我的点在于那种 扑面而来的亲切 那种感觉 所以让我那么那么那么喜欢这个 爱情声化这个电影 而且这里的演员我也都很喜欢 徐中啊 中野萌啊 总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应该不会是 最后一个讲爱情神话的视频 因为我肯定还会再去看一遍 也肯定还会再跟我闺蜜 讲爱情神话的 刘案